大家好 我是Jack 今天乖仔教我做香蔥鸡汤 做法很简单 看看材料 把鸡扒洗净 用厨房抹干水 底面也要 接着再在鸡扒上面 割几刀 让它容易熟 烧热锅 不用下油 直接把鸡皮放到煎坡 因为鸡皮会释出油分 大概煎3-4分钟 直至鸡皮转成金黄色为止 旁边煎它的时间 就可以调味 盐 黑胡椒粉 鸡皮转一转鸡扒 让它平均受热 鸡皮转到金黄色 然后就可以反转 煎另一面 再煎3-4分钟 鸡扒差不多煎熟 接着就可以加热水 放入鸡皮 转中火 再煎2-3分钟 最后把葱花灑进去 完成 鸡扒可以拿出来切件 鸡皮 鸡皮还是脆的 香葱鸡汤 搞定 试一口鸡汤 好香好甜 而我就喜欢吃泡饭 放鸡扒上饭 放入鸡汤 然后再淋上鸡汤 这碗就是我的晚餐 如果你都喜欢我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我 订阅我的频道和分享 多谢 拜拜